犯法不是沒有的 真的嗎? 是不是我說什麼你也照做? 你做生意比我厲害 我一定會聽你的說話 其實犯法很簡單 只要我將一個人降職 問題就解決了 那人就是你 因為你的辦事能力不高 但薪金又比人高 你的能力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 如果你繼續坐在這個位置 只會大大影響公司的利益 和員工的士氣 所以我決定調你當初務員 公司在一年就可以欠百多萬 另外,如果大家願意 將你們的商量變成花紅 年尾按表現來分化 我就一個人也不用解僱 而且我還可以保證 等公司的業務上軌道之後 我會將你們的花紅變成商量 大家認為怎麼看? 如果只是商量變成花紅 這樣就能考慮 好像挺好,對嗎? 是呀 嘉姐,你真的要我當初務員嗎? 又是你欣賞的,我說什麼你都照顧了 安小姐這個安排 又可以省錢,又可以服眾 的確是非常符合公司的利益,對嗎? 是… 好… 還要這麼高興企鬥,我過來幫忙吧 你想死嗎?這樣害她 人家說到底是太子爺 太子爺?太子爺不用做嗎? 不是她? 我們不用商量變成花紅了 我們來幫忙吧 快點吧 快點吧 看著,大哥 做一吃不做的,怕你走開 走開吧 走 來, 抹一下汗 媽媽, 我都沒做過事, 哪有出汗 那些事哪裡是你做的 我有勸過你爸爸 但是他說所有事都被你姐姐決定 祖, 不如不要做, 現在風頭火小 你不要來在公司, 請大假 出去遊遊遊, 過冷河, 讓事情變淡了 那我再跟你爸爸求求情, 應該沒事的 媽媽, 我已經花了公司很多錢 如果我再什麼都不做 怕我老公走了 我就真是名符, 其實你一輩子就像鑽米大蟲 其實我真是不介意降職 我真是不明白為何姐姐要針對我 要當眾這麼是樂我 事前好像有部署似的 嘗試我找她談談 Johnny他本身做得不好 離開就是遲早的事 這次安小姐你大意滅親 我想一來可以大快人心 二來可以塞住所有人的口 總之安小姐從此在公司 公司可以說是為所容 對不起 中文不太好 應該是說你在公司做事 應該是事半功賠 我想知道 為何你這次肯定要轉窗來幫我 我們做顧問這一行 除了收錢也要說聲譽 這次如果不撿乾淨的手尾 豈不是沒有下次 上次我看見你幫我做的案件 我還以為你在這裡騙反射 其實你也挺有料 還有會時務 我也想可以又沒料 又不懂時務也找到吃 但是生活逼人 謝謝 麥提嫂, 為何你要這樣做 我問你, 為何你要出賣阿祖 為何你要離間他們兩姐弟的感情 令他們內控 汪太太, 我想你弄錯了 我也是公事公辦 我也是為了你們公司好 你不用在這裡演戲 你現在是不是要去銀行入票 剛才申寶給你那張支票 你是阿祖請回來的 你居然為了錢 調轉窗頭出賣她 做人不是為了錢嗎? 你做人不是為了錢嗎? 安太太 你能夠做到食家的老闆娘 錢有多重要, 我想你最清楚了 不是 不是人人都看得錢這麼重要的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東西 比錢更加重要的 譬如呢? 你也有親人的 親情是多多錢也買不補的 汪太太的演技真的沒得住 可惜Johnny的演技做不到你這樣 否則就不用被人拆桌了 你說甚麼?你究竟是甚麼人? 你為何這樣對阿祖 你近他身邊究竟有甚麼目的 你為何要這樣害他? 我害他 如果你有好好照顧你自己的兒子 誰可以害他? 他在外面風大浪大的時候你在哪裡? 你在享受高級茶嗎? 還是在吃燕窩? 拜託你不要在我面前 在這裡扮演個好媽媽 阿祖, 爸爸沒用 打牛工, 打得你媽媽跟老走 你將來有機會一定要做生意 我將來一定會做得很厲害 賺很多錢, 比那個混蛋更多 幫爸爸出口氣 早安… 早安, 阿祖, 你今天有甚麼呢? 麻煩你, 一杯辣椅 加兩份特龍咖啡和雲呢拿糖漿 我這杯給你 好, 沒問題 還有… 這個… 阿祖, 這個是你的咖啡 謝謝之前還我 謝謝… 早安 早安 要一杯一模一樣的 阿賀, 謝謝 謝謝 你昨晚又失眠嗎? 要乖我 你吵著我 又在房子裡搞什麼? 像勁勁共龍一樣 你煩什麼呢?其實 你師父這件事都搞定了 慕蓮又去了美國, 住得很開心 他把電郵發給我, 說很好 你還煩什麼呢? 在煩公司的事嗎? 不過這間公司也是煩的 你一做都不及一個月 被人炒完又請, 請完又炒 會坐過山車似的 我想遲些就帶筆去看 現在Johnny又調去做倉務員 姐姐又上了位 是不是有什麼玄機? 留兩句來聽聽 又挺好喝的 這杯什麼名字? 好, 回去做早餐 還吃? 你不是煮早餐嗎? 這麼多東西, 還有魚嗎? 我個人有要求就是這樣 你有要求煮一早餐 就會變成午餐 那你不如煮宵夜吧 不用上班嗎?你不斷跟著我幹什麼 不上班, 回去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現在的公司很混亂 不如過來看看你出什麼早上 你還好 蕃茄不溶下去 你想搞什麼? 有蕃茄有蛋 明明是想煮豉汁排骨 是嗎? 你嘴巴 你是想煮蕃茄蛋嗎? 蕃茄蛋是不敢煮的 你起碼要切開蕃茄 發一下蛋, 它很臭 我看過你怎麼做菜 不用了, 你不要假裝叉燒 要不這樣吧 一人煮一碟出來比較一下 那不如你煮完 你也挺聰明的 怎麼樣?行不行? 真的有這種味道 誰知道做這種味道 你現在看TVB 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